第487集 一烈烈的黑袍巫师作案前 摆放着一个个火盆 一缕缕的火花炸开 发出脆响 惊醒了正在勤进在心魔一系列变化中的佩丽丝 猛人摇了一下头 佩丽丝回过神来 目光自下扫了一眼 冷声道 你们继续处理这些情报 本座出去一趟 说罢 收拾了一下桌案上的纸张 拾取其中几张 大步地走出门去 出了店门 左转之后 几个快步便来到了中央摩店 属下佩丽丝参见主公 周围魔物缭绕 魔物之中隐隐有魔晓之音 佩丽丝心中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隔着一层按金锯门 在大门外就跪了下来 中央摩店似乎化身为另一个空间一般 无穷的阴寒气息随着烟雾 滋滋滋缕缕的从门缝外往外涌入 佩丽丝不禁打了一个寒净 如无必要 他也不愿意靠近这个大殿 整个王朝 所有妖魔都从内心深处 对中央大地产生了深深的畏惧感 即便是阿龙索等强大妖魔 如非召见 也不愿来到中央摩店 长久的静默之后 深黑大殿的巨门后 传来心魔的声音 前方的战争可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回主宫 前方的战事非常顺利 目前我们基本上占据了东南魔界 毗邻堕落天使军团 与奥古斯都及凯撒王朝 目前许多强者都纷纷投到 我中央王朝名下 而原尼古拉斯王朝的银龙战士 属下也完成了改编 料想他们也不敢背叛 很好 把所有编入尼古拉斯王朝的 龙战士的军团 全部派出去 派到前方去作战 以后也是如此 凡是新收编的 一旦完成收编 马上派到前线 到全部战死为止 是 主公 佩里斯恭敬道 属下还有一事禀报 属下在处理尼古拉斯王朝 掠夺回来战利品时 无意中发现一个来自大次元的家伙 大次元 魔殿内 两点寒芒骤人炸开 心魔的躯体迅速从黑暗之中显现出来 大殿内 气温狂降 阴寒邪恶的气息 令得大门外的佩里斯也不由得心神一射 头 垂得更低了 是的 主公 按照他的说法 他们的确 是来自一个神秘的大次元 拥有大量奇怪的血族的空间 属下查核了一番 这个家伙确实是个血族 我们魔界 与大次元一向甚少往来 便是流浪于虚空之中的恶魔 也很少去大次元 去过的 也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虽然我们魔界对血族一直支支甚少 而且一向有些轻视 不大瞧得起这些血族 不过 属下有阅读过一些关于血族的描述 据属下所知 血族未必像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弱呀 大殿内 心魔从自修之中回过神来 体内释放的黑暗气息波动不已 精亮的眼眸中露出思索的神色 嗯 那个血族 可曾说过 他们为何会出现在魔界吗 啊 第一次神魔之战 据说 主神们曾与血族十足有过协议 但血族以前还从未来到过我们魔界 属下也觉得非常奇怪 据那个 血族伯爵说 他是来自一个叫大寺园内 叫做阿古斯通的家伙 此行是来履行约定 来我魔界寻找一个叫做 毁灭魔神的妖魔 说到这里啊 佩里斯也不禁疑惑起来 据他所说 他们阿古斯通家族 一个副领主 曾经被一名魔族救过 当时 双方便缔结了一项 联盟的协议 一方是血族传说 很有地位的阿古斯通家族 另一方则是那个毁灭魔神 但是 令属下不解的是 按照我从那阿古斯通家族 伯爵嘴中得来的消息 所谓的毁灭魔神 号称名下有百万地级高手 千万黄级高手 这个 在我魔界 百万魔地级 千万魔黄级高手 根本就是不入流的角色 所谓毁灭魔神 势力再大 一个天魔地级的高手 就能轻易地 把手下那些低级的妖魔 全部毁灭殆尽 这样一个不入流 可能和大寺元阿古斯通家族 搭上关系 如果 血族的阿古斯通家族 真如那名血族所说 是一个非常庞大家族的话 百丈高的魔殿大门门缝下 均匀喷吐出 阴寒魔物 突然剧烈地波动一下 引有寒风 从佩里斯的耳边略过 佩里斯一惊啊 下意识抬起头来 那个所谓的阿古斯通家族的血族魔爵 在哪里 把他带上来 心魔的声音 有如红钟一般 射入进佩里斯的意识海中 是 尽管心中存在着太多疑问 但佩里斯 还是忠心地执行着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站起身来 向大殿外走去 待佩里斯 提解那名血族伯爵之时 中央魔殿内 心魔 却是陷入了沉思 佩里斯叙说的 勾起了 他的一个回忆 阿古斯通家族 确实是血族的一个大家族 也是极有地位 而毁灭魔神 不是别人 说的正是自己呀 当初 自己对魔际的力量体系 根本一无所知 完全按照太古的力量体系 胡编烂造 就这么扯了一通 没想到 阿古斯通家族 居然也信了 现在想来 定是血族与魔族之间 往来太少 彼此之间并不了解 所以 才没有敲出这个天大的破绽 正在私存间 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佩里斯身后的 两名深渊军团战士 一左一右 挟持着那名提到的血族 向这里走来 砰 两名深渊妖魔手臂一掷 被铁链缠绕一圈圈的血族 便被置到了地上 主公 属下想 王朝正值对外征伐之计 如果能和阿古斯通家族 结成联盟 借助血族兵力 或许会事半功倍呀 佩里斯说道 本座自有思量 你出去吧 佩里斯一呆 随后回过神来 恭敬道 是 主公 待佩里斯与两名深渊军团的妖魔离开后 心魔还没开口 被铁锁 捆服于地的血族 砰的一声 就炸成了一团黑烟 黑烟中 无数呲牙咧嘴的小蝙蝠 四下的飞舞 在空中一个回旋之后 距离前方树杖处 化为一名 优雅的人类模样 米开洛列 参见 尊敬的中央王朝陛下 那名血族屈身 对着中央大殿的方向 优雅地 行了一礼 大殿内 心魔的魔石 清楚地捕捉到 这名血族伯爵 小腿肚子上 正小幅度 剧烈地颤抖着 显然他的内心 并不像 他表现般的那般镇定 你真的是来自 阿古斯通家族的血族 邪恶而黑暗的声音 在血族伯爵 米开洛列的心中响起 米开洛列心中一射 几乎吓得 就要化妇而逃了 但想起魔戒之前 阿古斯通家族的 副家长吩咐 此行 你不一定能联系到 毁灭魔神 与他结魔 如果你在魔戒 发现更强大的势力的话 就和他们联系 表达我们阿古斯通 家族结盟的意愿 你明白吗 亲眼见证了两个王朝之间 浩大的战争 对于中央王朝的强大 米开洛列相当地肯定 这或许是个不错的盟友 族长们应该会满意的 这般想着 米开洛列强忍着心中 夺目而逃的念头 恭敬地福贵下去 恭声说 是的 伟大的君王 我们阿古斯通王朝 乃是大次元中 最强大的血族 若是伟大的君王愿意 我们可以结成 永久的联盟 哼 一声冷哼 从殿内传来 生生地打断了 米开洛列的陈塑 你们不是寻找 什么毁灭魔神吗 怎么突然之间 就改变主意了 这 我们其实是愿意 与所有伟大的 魔界强者联盟的 米开洛列 以一种夸张的姿势 跪伏在地上 双手张得大大的 贴着地面上 米开洛列言下之意是 不外乎 作为中央王朝的大帝 您就是最伟大的 魔界强者呀 你们卡尔夫领主 可好啊 心魔突然问道 尊敬的卡尔夫领主 很 米开洛列 下意识地便于回答 话吐出一半 突然脑海里哄的一声 一片空白呀 隔着魔殿大门 结结巴巴地道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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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魔界妖魔与 大次元血族之间呢 几乎没什么交往 对于 阿古斯通家族的 一名副领主 按理根本是 一无所知 自然也不可能知道 什么卡尔 唯一知道 卡尔副领主存在的 便只有 米开洛列脑中 一时炸开了 一大串的念头 疯狂地涌入 他的脑海之中 正在这时 哼 一声冷横 从阴暗的大殿之中 迸逝而出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 毁灭魔神 砰 一声轻微的暴鸣声 从大殿的深处响起 天地骤然一暗 米开洛列 只觉得四方狂蜂涌来 黑烟鼓荡 乍人之间 四周的宫殿群退去 仿如换了一个天地 米开洛列 尖利地獠牙 从上唇弹出 死死地咬着下唇 獠牙 侧入血肉之中 他也没有发觉 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小眼睛 精巨地看着四周 闪烁不定 而原本苍白的脸孔 变得更加苍白了 这种能力 米开洛列 只在家族的 族长身上见过 他有一个统称 领域 你们阿古斯通家族 是想挑起战争吗 米开洛列正惊慌不定 突然之间 一道咆哮声 从大殿之内迸逝而出 那愤怒的咆哮声 似是风暴一般 将米开洛列的灵魂 卷入一团风暴之中 不断地撕扯着 大大大人 我不明白 不明白你的意思呀 米开洛列脸色大变 哆哆嗦嗦 勉强把一句话给说完整 他的灵魂之火呀 就如风中的烛火一般 随时都可能 在对方强大的灵魂威压之中熄灭 然而 米开洛列 根本就不敢逃亡 从这个强大君主的愤怒之中 米开洛列 几乎可以遇见 自己侥幸逃回族中 悲惨的命运 米开洛列 你不但没有完成 我们赐予你的使命 而且 给我们阿古斯通家族 惹来这样强大的一个敌人 你准备 接受审判吧 联盟这种大事 你们阿古斯通家族居然派一个小小的伯爵 先来地前盟约 难道你们阿古斯通家族居然敢瞧不起我们魔戒 这是挑衅 战争的挑衅 为了我的名誉 只有挑起魔戒与血族之间的战争了 哎呦 我刺的 这下 米开洛列的脸色彻底变得煞白 终于知道错在哪里了 联盟解释道 啊 尊敬的强者 您误会了 我只是阿古斯通家族的一个探路使者 并不具有负责谈判 只是我负责找到毁灭之神所在就可以了 毕竟魔戒是个强者丛林的大卫免 我们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 请相信我们并无亵渎之意 冒犯之意 我们 啊 米开洛列的沉诉 嘎人而止 两只手臂猛然扣住了自己的脖子 双眼翻白 一股奇异的气息 缓缓地从他的身上发出 大殿内 心魔眼中的惊毛暴涨 砰的一声 一阵浓烈的黑烟 从米开洛列身上炸开 浓烟滚滚 不停地卷动着 而浓烟之中 有着一丝丝金丝游走 烟雾之中 传来一阵短促 苍凉的吟唱声 又听得一声炸响 米开洛列背后的 披风高高地扬起 嘶的一声一列为二 随后慢慢垂下 重又结成了一张金色的披风 将全身盖住 尊敬地毁灭魔神 请允许我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古老的 阿古斯通家族的副组长 莫尔莫斯赫 克罗索 阿古斯通 披风高高地扬了起来 下方露出一张头发 呈现银白色 整齐地盘踞于脑后 脸上满是周围的脸口 嘴唇一张 以一种带着特殊韵律的 阴腔说道 大殿之中 心魔默然不语 门外的血足 身体依旧是那个米开洛列的 但灵魂已经变了 从那具躯体之中 心魔感应到一个强大的灵魂 这种灵魂是接近于 王朝大帝级的存在 虽然还不能与十三 王朝大帝相媲美 但是相聚也是很有限的了 在刚才那一刹那 显然一个所谓的 阿古斯通家族的长者 暂时接过了这具 血足肉身的控制权 占据了主导地位 请您原谅 我以这副形象 出现在尊敬的魔神面前 这副身体实在是太弱了 穆尔莫斯赫说着 优雅而自然地醒了一礼 接着道 如果尊敬的魔神 我介意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就 结盟的事情 相谈一番 进来吧 短暂的沉默之后 大门轰的一声洞开 滚滚的浓烟 从大门内向外涌出 在大门打开的刹那 心魔的气息 已几何倍数增长啊 门外 莫里莫斯赫 神色不由一致 嘴角有些不自然地扯动了一下 这位中央王朝的统治者 显然刚刚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气息啊 而对方的实力 显然要远远超出自己的估计 微微一息 莫尔莫斯赫 便走进了中央王朝大殿之中 莫尔莫斯赫 这算你们血族的魔法吗 心魔睁开眼 默然地看着血族的这位副族长 魔法 算是吧 最纯净的血统之血族之一 血族的长老 一种优雅中带着极度自豪的语气说道 作为顶级上位的血族 我拥有对所有彭系后翼身躯 直接的控制权 事实上 如果我愿意的话 碰 莫尔莫斯赫 背后的披风一分为二 分开两半的披风 缓缓地扬起 慢慢地伸展变化 变成了两扇 文满金文的巨大福意 正如你所见 像这类血头 已然不是很纯的后裔 我们尚未血族 能轻易地占据他们的肉体 这次我们派凯罗列来到魔界 只是作为一个太陆先锋而已 而事实上 我们绝对没有冒犯之意 为他毁灭魔神陛下 说着 莫尔莫斯赫 又是很绅士地 行了一礼 心魔 自然是不会信以为真 莫尔莫斯赫 只不过是怕死罢了 莫尔莫斯赫副组长 你既然出现了 那么 那些凡文乳节就免了 或许 我们真的可以直接 讨论一下结盟的事情 这个 莫尔莫斯赫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 犹豫了一下 抬头看着心魔 有些忐忑不安的道 请原谅 事实上 出了那么一点点 小状况 不安的道路 我会帮助 大阶段 我拥有 我可以帮助 我来拥有 我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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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有